我们下面讲到第四点 就是在高速对抗中小碎部的运用 高速对抗中小碎部的是怎么运用呢 那平常时我们可能在静台 或者说是在中台 小碎部可能用的时机不是那么大 那么高速对抗都是在静台 那么小碎部就不宜那么大 那么在中台的话 小碎部调整要大一点 远台要更大 这是从这里到这里到这里 走的步伐都是不一样的 有一些人在静台也是这样子调整 在中台也是这样子调整 到了后面它也是这样子调整 那是不对的 那静台的调整不宜过大 重心转换有一点调整 到中台小碎部调整快 到远台又要更多更多的跑位 在后面更大的跑位 这是在相识过程中小碎部的运用 大家要注意 特别是我们教练员 很多教练员在教小孩的时候 这静台它也打得速度那么快 它还要要求小碎部大的调整 那肯定不对 是吧 那么到了中台它也是一样 静台稍微有一点调整就可以 到中台大范围调整 后面更大范围的调整 好我们讲到第五点 第五点是落点意思 你在拉完下拳球以后 对方是什么打法 它是正手好还是反手好 你的落点一定有意思 它是中路 那么横板的话中路压两边 纸板的话压它反手位 掉它正手位 这种落点的意思一定要有 特别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我不是打了一板过去就算了 那么落点的意思是 随着你的技术 就是你的反应 你的速度加快 而落点的意思加进去的 刚开始可能你跑不到 那么寻衅进去 你跑得熟了 那移动得快了 当然你的落点意思也要体现出来了 那么刚刚开始练的 正手位最好是打斜线 这个时候 线路长不容易丢 反手也是容易打斜线 把这个练熟了以后 正手位也可以打直线 也可以打斜线 也可以打中路 反手位可以打中路 再走两边 是吧 这是落点意思 那么等一下我们演示一下 在拉斜线 拉直线 这种正手位 它的落点意思是怎么培养的 斜线 拍头 直线 拍头 拍头往直线 拍头往斜线 中路 在这个位置走中路 小动作 拍头往中路 注意拍头 美版拍头 反手位 拍头往斜线 拍头往中路 大家看一下拍头 拍头往直线 这个拍头 拍头的发力方向 跟我们位置 跟我们的拍面 形成一致性 那么它的落点就出来了 大家看一下 斜线的意思 落点的意思 第一个斜线 第二个直线 拉斜线 直线 对吧 拉斜线 再一个直线 那我现在要求你 拉直线 再打斜线 对 漂亮 对 对 第三个直线 注意 对 这个线路 一定要多练 那最后一点 第六点 我们说要敢于压制 是敢于压制吗 正所谓的压制 跟反所谓的压制 比如说对方过来的质量不高 那么我们要敢于压制 要敢于赢钱 敢于发力 这是你 创造机会的一个量 一个量机 而不是每个球 我都是打的综合性的 就是没有特点 所以说 比如说我拉完正所谓 转的 对方过来 那么过来的质量不高 我就要赢钱 我要把速度 力量 旋转都结合起来 那比如说我拉完一个 拉完一个中路 他过来 他过来的质量不高 反所谓 扮出台 或者扮高球 或者说质量不高 我反所谓 要大胆的赢钱 而不是每个球都是 靠这种去 就是很平缓的去打 你的球就没有特点 那么我们等一下让运动员 引试一下正所谓的压制 跟反所谓的压制 大家看一下 他正所谓的压制 你看 拉完 走 走 走 压制 力量就不 一 二 三 对 再来 这是压制 对方没有质量的时候 那么反所谓的压制呢 正所谓 拉完以后 走 走 走 对 观众朋友 那个广大的球迷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 加关注 然后转发 接下来我们会做更多的视频 给我们的广大球迷 跟我们的广大教练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